在生活中,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做很多的决定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也要做重大的决定 当我们面对各种选项的时候,能够根据可能产生的结果来做出决定 这个实在是非常重要 而当知道在当下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将会让我们获益非浅 而在圣经称这种能力,就叫做智慧 智慧不等于智力,智力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智商来衡量 是指我们学习事物的能力 智慧也好似一种生活技能 一种晓得如何驾驭生活中的艰难 以获取最大成功的技能 同时智慧也是透过和人建立,丰富而有意义的关系 等等这些事物来衡量 今日这种智慧通常被称为情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又或者社交技巧 甚至也是一种街头智慧 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都发现 虽然高智商和幸福生活之间的相关性非常低 但高智商和社交技能和良好的友谊 生活满足感以及获得维持一份好工作的能力 却有极为密切的相关性 一个拥有高智商的人 不一定能过喜乐和有意义的生活 不过不管一个人的智商或天赋如何都好 他都可以过丰富而有意义的生活 所有人都可以生活得有智慧 这样我们要如何学习活得有智慧呢? 邀请你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视听版 我们会透过三个大主题 和大家探讨智慧这个话题 同时如果你想撒取这本小册子 或者收看电子版的话 欢迎你可以瀏覽灵命日亮的网站 odb.hk 或者登记成为我们的读者 愿上帝似乎如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